瑞瑞鄉公所結合文化局藝術下鄉活動 也在今天辦理今年度模範父親表揚活動 全鄉11個村共有13個模範父親接受大會的表揚 場面相當的溫馨熱鬧 來 給我一點天保 給他一點天保 瑞瑞鄉父親節慶祝活動 由縣文化局藝術下鄉活動演出來暖場 不論是魔術表演還是摺氣球 全場氣氛嗨到最高點 也讓父親們難得輕鬆不庸風雅一番 一下子想看 一下子不想看 你們到底想不想看 接著重頭戲模範父親表揚大會 各村模範父親在村長陪同下主意上台 接受鄉長吳萬德的班狀表揚 他下家人也紛紛帶上花束 上台與父親合影留念 來張一 二 三 讚 卡拉帥不帥 帥 但是今天背著這個紅背帶 真的有一點沉重 我還不是到那個階段 但是鄉長的一直提拔 但是那裡面是充滿著愛 充滿著愛就是希望我們小孩子能夠 做一個社會上有用的人 不要去危害到生活 那這個部分就是我們 我的爸爸 我想天下的爸爸都有愛 都非常的認真 那在這邊也要祝福我們所有的父親 父親節快樂 今年瑞穗春推舉鄉長的父親吳應秀 為模範父親楷模 高齡84歲的吳應秀 從兒子吳萬德手中接下匾額表揚 吳萬德感謝父親付出 也以父親為榮的同時 更是祝福天下所有父親 佳節愉快身體健康 很高興一年一度的父親節又到來了 在這裡 吳萬德在這裡要祝福在座十一村有十三位的模範父親 在這裡給你們恭喜 模範父親是一個 像我們的山 除了瑞美與瑞良因為人口多且為鄉內兩大村 因此各個推舉兩名優秀的模範父親代表之外 瑞穗鄉十一格村總共十三位的模範父親 今天在家人以及親朋好友的陪伴下 接受大眾的表揚與祝福 接著是玉蘭瑞瑞採訪報導